為什麼可以自動按下這個 這個也許把這兩個刪掉 假設這個不要 那這個為什麼可以自動產生 也就是你下一次你不需要重做了 按一下自動就產生 那跟各位講 可以分兩個部分來完成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 你怎麼樣讓它自動再跑一遍 關鍵的地方來了 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期 因為如果你不會寫的話沒關係 我前面講過 有些自動化的東西 如果你假設不會 ESL裡面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錄製劇期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一些功能 背後所需要用到的VBA程式 先幫你把它寫出來 但是你可能還需要做到一點 就是你要看得懂那個程式在哪裡 並且拿來修改改成你要的樣子 因為如果你錄完之後 說真的樞紐分析表 直接run它會出錯 為什麼會出錯 這個很重要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講 一定要改的地方 如果你沒改的話 直接run它一定會出現Bug 那我們就是解決這個Bug的話 那以後要適中的話就很簡單了 OK 那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第二個當然樞紐分析表做出來 樞紐分析圖一樣 這個圖怎麼做出來 一樣也是用錄製劇期下來修改 所以待會兒你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不妨利用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期 把你之前做的動作錄一錄看 但是你會發現錄下來的動作非常地冗長 而且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懂的 所以待會兒我們的重點就是教各位看懂這個錄下來的程式 並且去修改這個錄下來的聚集 讓它可以自動被執行沒有錯誤 就是今天的上課重點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GP有這個能力的話 以後以Sale全部都可以自動化 你不會寫的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做過你就不用重新再 就是再跑過一遍了 你可以把它變成式 以後一個按鈕按下去就OK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兒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來看那個 如何針對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做具體的錄製 並且做具體的程式修改 待會兒再來看 那接下來的話 樞紐分析表要怎麼產生 樞紐分析圖要怎麼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是這一個 第二個階段是這一個 那因為之前有做過 所以我們理論上 就是先把它這個過程 最好彩排 彩排之前做過 所以我們就不再重新 我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刪掉一下 等一下重新做一下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要產生這一個 歷年折線圖 那實際上這個是 這個跟這個兩段程式 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這個是兩段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歷年的折線圖 那我在雲端上面 其實上面都有註解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這個名稱不太清楚 到底是做什麼用途的話 那你們可以 自己再到雲端上面參考一下 那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第三 跟第四好像顛倒了 之前好像我們歷年是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池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錄製聚習的時候好像會出錯 所以會避免那個錯誤 所以我這邊有特別講 你先拖拉到池 再拖拉到列 錄下來的程式 基本上比較不會出錯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 待會錄製的重點 這個不用錄 這個因為等一下要自己寫的 然後大概就是從2開始吧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看一下 那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把刪除 那我們重來一遍 所以假設我已經彩排過了 然後確認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來寫一個 錄製一個句期好了 錄製句期 然後這個句期名稱的話 假如它是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我簡稱好了 叫樞紐表 樞紐 它是一個表 好 其實理論上你可以打樞紐分析表 我懶得打那麼多次 剛才樞紐表 OK 按確定 好 那1的話呢 把它取代好了 1 我把它游標 其實已經在裡面的話 你就不要動了 反正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任何一個儲存格 然後2的話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對不對 OK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呢 請你把什麼呢 因為我要分析是年 所以有年那個欄位嗎 有 那記得喔 之前教各位的時候 是把年拖拉到列對不對 OK 錄製的時候我建議啦 你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顛倒一下 顛倒一下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發現錄下來的東西 好像會出錯 所以我們顛倒一下 好像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把年拖拉到值 再把年拖拉到列 OK 這樣OK了 然後呢 我要把102、103隱藏起來 那隱藏怎麼隱藏呢 很簡單 點那個列標籤 右邊那個箭頭 把102、103打勾取消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好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一樣喔 把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這邊 按下停止錄製 這樣就OK了 所以 動作不多 反正就是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年拖拉到值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後隱藏那個102、103 好 那我們把它停止掉了 接下來的話呢 再到 聚集裡面 找一下我剛剛錄的那個樞紐表 有沒有 OK 樞紐表 按編輯 或者你到那個VPA裡面 找找看 反正一定會有這個SUB 樞紐分析表 按編輯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那裡面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有一些地方一定要修改 比如說呢 開頭這個 這一行其實可以拿掉 叫什麼 Cut Copy Mode 等於False 這一行 其實基本上不需要 所以把 上面 這一行跟上面的東西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其實 這個應該 假設了 我這邊 是 第二個步驟 因為第一步驟 或者你上面可以加一些註解 我先從2 1的話 其實是 前面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有一個 為了避免那個 工作表名稱重複 我會寫另外一支程式 那底下你會看到 底下的 這個第一個動作 Ships其實就是工作表 點Add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新增一個 這一行的敘述就是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新增工作表之後 底下這個 實際上就是新增 樞紐分析表 所以它是在 Active Workbook 底下 增加一個 Pivot Pivot Cache 這個指的就是什麼 建一個樞紐分析表的一個快取 然後Create的話呢 其實關鍵地方 你可能要 注意幾個地方 需要把它刪掉的 我大概習慣上是這樣 第一個 把那個Version等於6 豆點Version等於6 習慣上會把這個參數拿掉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有限制版本的話 那如果你換一台電腦 裡面的也是有版本 可能跟你不一樣的話 那會出錯 所以我習慣這個刪掉 然後還有哪些地方刪掉 Default Version Default預設的版本 這個可能我的習慣也會把它刪掉 因為我之前遇過錯誤 換一台電腦 也是有版本不一樣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習慣會把版本拿掉 再來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可能一定要改 再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參數叫Source Data 意思就是來源的 來源的資料在哪裡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敘述方式 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這個是一個字串 那裡面的話前面這個是哪一個工作表 驚嘆號有沒有 後面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範圍 那你會發現它是用什麼R1C1來表示 那什麼叫R1C1 實際上就是R是列的意思 C的話是藍 那意思就是說 第一列第一藍 那第一列第一藍是什麼 就是A1的意思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 很不好理解 所以以我的習慣 我會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改成什麼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這邊其實 就會有一個相關的改法 OK 我大概講一下就是改動的地方 大概有哪一些 黃色的字 其他其實不需要改沒關係 主要的話就是說 這個地方當然如果你看 覺得可能看起來比較不容易理解的話 一般會改成那個物件的名稱 不過以目前來看 暫時不影響 我們就不跟動 會影響的部分是在哪裡 這一行 這個可能會影響 那這個影響在哪裡 就是說呢 到底你要把這個樞紐分析表放哪裡 它這邊顯示說 這個名稱叫什麼 工作表5對不對 OK 這個工作表 但問題來了 工作表5如果下一次增加 可能變工作表6 所以如果你一執行 它一定發生錯 它一定跟你講 找不到工作表5耶 所以怎麼辦呢 我的習慣是 乾脆你就乾脆這樣 不要加就好了 有沒有 那你想說是不加 OK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目前就在這裡嘛 那你管它哪一個 反正呢 這個指的是什麼 R3 C3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是什麼 第一欄的第三列 那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A3嘛 不過有的時候你寫這樣 我比較不喜歡用那個R1 C1這種方式表達 所以我會改 那我會改什麼呢 我會把它改成這個叫什麼 應該叫 C1應該是A嘛 R3應該是第三列 所以應該是A3啦 所以你其實可以改成這樣 改成用Range來表示 所以打一個Range 然後刮弧 這邊的話打A3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需要修改的地方 然後Add一個 然後呢 我要把水牛分架 放在A3開始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這兩行 我是建議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他說 哪一個工作表選取 意思是說 你要選取這個 以後也不見得一定是 什麼呢 這個工作表5嘛 所以呢 這會出錯 一般習慣這個把它註解掉 我暫時先把它註解 其實未來是可以把它刪掉 再來 跟各位講一下 底下這個Wiz 到EndWiz這一串東西 其實理論上就是 樞紐分析表的一些預設值 那一般習慣 它其實都不需要去變動 所以我建議這些也可以把它刪掉 這一串有沒有 可以直接刪掉 那刪掉之後你會發現 怎麼清爽很多了 因為那些都預設值 不動也沒關係 其他的話就是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這樣其實理論上RUN應該OK 但是會有個地方 可能會是問題 哪個地方 就是當你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你這個工作表的名稱要叫什麼 所以最後其實我有多增加一行敘述 在新增工作表的下面 就是我新增工作表之後呢 那我就跟他講說 目前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幫我改個名稱叫什麼呢 叫歷年 這個名稱叫 目前的工作表叫Active 目前活動的工作表 目前活動的工作表叫ActiveShip 所以我建議這個名稱可以記一下 目前指的就是他 那以後如果是工作表6 他就工作表6 工作表7就工作表7 這個名稱 他的這個什麼工作表名稱 我把它改一下 點內 名稱叫什麼呢 叫做歷年 我改一下這個名稱 叫歷年什麼呢 竊道哲線圖 就這個 所以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14頁也會出現 就這個 所以其實理論上 我大概 加在這裡 理論上 我基本上 大概 只有改動幾個地方 一就是把上面 原來好像有一個 什麼application 什麼copy mode 就把它刪掉 然後留下 從這邊開始 所以這個是第一行 然後加這一行 就是把它重新命名 改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你將來要把書籍分析表 放在哪一個開始 A3的位置 其他理論上應該都不用改 再來的話就是加上註解 註解 註解部分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這個地方再加 這個應該是 新增工作表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 這個應該什麼 就是把它 拖拉到直 然後這個應該是拖拉到列 然後底下這個應該是什麼 把102跟103把它隱藏起來 OK 那基本上改完了 改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會不會OK 把這個刪掉一下 然後來run一下看看 我按F8 因為我不確定 先add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它變工作表6了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有沒有 所以剛剛這一行蠻重要的 沒改的話 變成永遠都會一直 跳那個工作表多少的數字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邊會出現這個畫面 讓你做那個拖拉資料的動作 然後呢 拖拉到直 所以這個 這個底下 就是拖拉到直 它會出現直 再拖拉到列 它列就出現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把102、103把它關閉 結束掉 這樣就OK了 好 完成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的話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 假設再執行一次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add之後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問題 哪個問題呢 因為呢 你原來的這個工作表 已經存在了 那如果你在按一下之後呢 它這個名稱呢 也要叫一樣的名稱 可是在Excel裡面 工作表名稱呢 是不能一樣的 所以它跟你講說 該名稱已經存在 你必須要改成別的名稱 當然除非說 你每次都記得 你要執行這一段 SUB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舊的刪掉 可是 有的時候當然你會忘記啊 所以怎麼辦 我想了一個方法 真錯了 所以在雲端上面 在這個第14頁上面 我加了一段程式碼 就是什麼 回軒判斷 到底有沒有存在 這一個工作表 如果有的話 就幫我把它刪掉 所以這一段程式碼 當然你可以把它Ctrl-C Ctrl-V貼過來 貼到這個的上方 這一段程式碼 主要是 讓我們判斷一下 我這邊大概說一下 這一段其實蠻簡單 for i 等於 1到 sure.com sure.com sure.com指的是什麼 從這個 這個工作部裡面 到底有幾個工作表 總共有三個 1到3 那我做什麼呢 你幫我去檢查一下 每個工作表的名稱 是不是 等於這個啊 如果是的話呢 你就幫我把它刪掉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是不是 不是跳過 第二個是不是 第二個是 當然呢 如果你直接執行 這個.delete的話 它會跳一個 是否刪除 所以我要把 那個是否刪除 關掉 所以這邊會加一個叫 application.displace.learn 意思是說 先執行這個 假設我沒有上面那一行 它會跳這個 但是未來 如果你假設 不希望它跳這個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我加這一行 把它離開 這樣的話呢 你再去add的時候 重新命名 有沒有發現 它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OK 其他的話呢 你就自己再把這個註解 把它加上去 那就完成 這一個 樞紐分析表的 錄製與修改 好了 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先簡單錄一下 錄完之後再看一下 錄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碼 因為有點冗長 基本上我大概 改了兩個地方而已 就是 table destination的那個參數 跟 把那個 就是工作表名稱 重新命名 其他的話 基本上都沒改 OK 最後再加上 為了避免那個 工作表名稱 已經存在的問題 所以就再加上一個 先檢查 有 先刪掉 的一個 邏輯判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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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